臺灣的藝術漂亮又好 國政改歲兩句我和你做參考 改歲改歲改問歲離 好朋友 臺灣藝術沒錯 漂亮又好也健康 不過多迢迢的臺灣的 為什麼有那個無寄無期 國政啊 你說改問歲離 為什麼要教我們這個無寄無期的話 不是 來你聽我說 前一句我們來講說 危險跳躁 起屁原材 雖然無寄無期 不過這個話說出來 有滋有味 因為這算盤結婚 這怎麼改歲 不用改歲看也知道 就是有時候 人們當時在說行政 我們前前有專門 大家在玩家 我們不可以玩家 看人吃肉不可以看人打茶 危險跳躁 我們選啦 不過好想自己自己的樣子 不用怕 危險跳躁 起屁原材 你看看 這不是國政社的話 這算臺灣社會民間人常在說的話 說自己安慰心靈 危險跳躁 起屁原材 我起屁原材不算是 我一樣好和南酒和一條 我絕對沒有因為說 危險跳躁 我就米酒 我就撈開 這算無寄無期 不過結局這樣說 有酒有味 所以國政今天就像你說的 都是民間社會 半公囚的原意 這句就很無寄氣了 危險你就跳躁 不敢面對他們 第二句 又比較無寄氣 說就說 修羅夢作 世命愛國 這算很討厭的話 我們米酒 不敢走我去請拚 我們做修羅 這修羅是真的很難聽的話 意思是說 家怪那怪 家哨哨哨哨 用國人騙的才有很哨 如果肯定在哨哨哨 修羅夢作 世命愛國 就是說 不敢說共出頭 有重點讓台北流血流地 我們會怕 所以我們做事沒關係 國的世命比較要緊 這句也真正很無寄氣 果然如果還有 還有更無寄氣 果然你在教派那小孩大小 不是 台灣外外跳跳 有那個正面的 就有那個翻面的 有那個說 真技術 真好的台灣外 就社會民間在流傳 雖然說笑話 不過也表現一種人生觀 比較美修的台灣外 比較保守的外 再來這句 比較無寄氣說 人生在世 騙傻騙傻 幾次人都騙傻 實在不懂 很多人 都是真的 有什麼骨頭打招牌的人 不過 自己自己的 工作做完在山林 會來這句話出來說笑 所以這不是正經無寄氣的話 是朋友中間 自己當中在擲堂 說是不是 人生在世 騙傻騙傻 不過 我怎麼要認真 不過我怎麼要打招牌 比較有贏